什么车呢 这也是我一个粉丝呢 他让我帮他找的凯耶拉克的XT6 这辆车给人感觉外观的真的是很漂亮 包括呢 有很多那些网友们呢 都要问我说 说想看一看凯耶拉克这么一个车型 那么今天呢 真的是很巧 像这么一个车 大家感觉买起来到底值不值 或者说呢 今年呢 是刚刚开始啊 也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这么一个价格 大家感觉买起来就怎么样呢 那么走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么一个新车凯耶拉克的XT6 它落地究竟需要多少钱吧 少有为不自卑 懂得什么事情为那些美貌 各位观众朋友们 看到了吗 眼前这辆呢 就是今天呢 这个朋友呢 他来提到全新的凯耶拉克的XT6了 这辆车呢 我个人感觉啊 尤其他这么啊 敦时的这么一个外观啊 非常像以前的凯利德 当然凯利德呢 真的是大得多了 那辆车呢 可以说是总统作价 100多万的一个售价 而它的售价呢 真的是不高 从38万的起售价 一直到54万哈 这么一个范围之间呢 也可以算得上是豪华车 SUV车型当中的一个 普遍的一个售价了 但它的尺寸呢 真的是很大哈 而这辆XT6呢 它的前代应该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以前的SRX 那款车呢 出的时间呢 已经是比较长了哈 接近10年了 这么一个时间 而这辆车呢 真的是改头换面了 整个车的一个外观呢 特别的霸气 为此呢 我呢也问了车主了 我说你为何现在呢 买这么一个凯耶拉克的车呢 结果呢 出不太熟 说的第一呢 之前开的是别克哈 别克的军域 感觉呢 那辆车呢 开到现在呢 也没有出过任何一个大毛病啊 除了啊 油耗方面呢 可能是略微的高了一点 其余呢 都还是很好的 第二呢 每些车跑高速呢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他们也经常每天跑个100公里左右哈 第一位呢 他也是一个做生意的这么一个人 一年下来呢 普遍呢 也是要在两三万公里了 也想着把这辆车呢 一起一直把它给开下去啊 于是呢 就去考虑了凯耶拉克这么一个车 之后凯耶拉克呢 第一车身大 第二呢 优惠力度还算是可以 于是就把这辆车给定了下来 2.0T的发动机 最大马力呢 是237匹哈 对于这么大的一个车县来说 它0百加速呢 我估计呢 应该是在9秒钟到10秒钟之间 变速箱呢 则是一个9AT的哈 9AT的变速箱呢 凯耶拉克 还算是用的 非常的稳定 那么接下来呢 再来看一看这车 它内饰吧 内饰方面呢 拉开车门啊 感觉呢 和不管是轿车还是SUV呢 凯拉克 它现在造型啊 内饰都是一模一样的哈 你要说它豪华吗 真的是感觉有一些 看得有一些过腻了 第二排的空间呢 还算是可以哈 我们坐进去的 也没有任何鸡腿 也感觉 座椅的舒适度呢 真的是非常的棒哈 米其车最大的优势呢 就是整个座椅坐上去 就好像坐沙发一个样 那最后呢 就这辆车 它有一个价格的哈 车主买的配置呢 也不高 是属于2020款 28T 四驱 丰上 六座版 新车制造价呢 是40万09700 车主呢 是交了一个全款哈 全款呢 应该来说 是优惠有多小一些的 但这辆车呢 一个车主做出了 5万块钱 这么一个优惠 裸车价格呢 是正好是35万5 最终这辆车 全部落地呢 也只不过是一辆 39万的这么一个 比较好的 凯拉克的SUV了 那大家感觉如何呢 花不到40万 389万就可以提到 这么一款车了 那下期呢 还有看什么车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